不过呢 看到都会原住民在市区要求生活的话就真的不容易了 住在中华五路上的拉瓦克部落就是碍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进去之内可能就会面临被强制拆屋还有搬迁的困境 我们的记者实际到了部落走一趟就发现当地的生活机能并不富足 他们面对未来是充满了茫然 十几平大小的空间里头涵盖了厨房 客厅还有楼梯上的主卧室 这里是中华五路上拉瓦克部落里的一户人家 一共住了六个人 空间并不十分充裕 但让他们最担心的不是房子何时能扩建翻修 而是市府随时可能要他们迁移 像以前还没有中华五路这条路之前 我们这边生活习惯都很 自己生活都比较快乐 比较没有什么烦恼 可是自从这条路一开通以后 变成我们这边的基民一些人心惶惶 他们市府每年都贴一些公告 从八十几年就陆陆续续一直贴到现在一百零二年 从民国四三年开始发展的拉瓦克部落 占地约两千坪 目前共有三十七户 大部分人属于排官族 当时从屏东迁移到高雄开墾 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现在政府可能随时贴公告 要他们限时拆屋搬离 让他们担心不已 很高兴就对了 一些市府的一些配偷措施 忽略我们这些疫情原住民在这边 那未来是不是希望说 如果就算后面有什么样的动作 是不是应该跟你们开个协调会 我们最主要就是这个 跟市府那边开一个协调会怎样 未来你这边是怎样 非差不合 还是后面你后续是什么 我们这边的住民能不能去接受 是这样的 拉瓦克部落他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 就是能够在住了一甲子的地方 继续居住讨生活 但目前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市府 也是不争的事实 未来拉瓦克部落的命运 到底会如何 还有待时间给答案 港都新闻黄子倩李真平采访报道